文艺圈自古以来都是帅哥美女的集中营 动不动的炒作刷头条小鲜肉等等 层出不穷 像以前看着晴晶夜夜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明星 真是越来越少了 不过这是个竞争的年代 明星之间也是不另外的 今天要说的就是饶敏丽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饶敏丽这个演员 不过看过当年杨氏大剧《真观长歌》的观众 一定还记得剧中那个温婉贤熟的太子妃海棠 她屏障惊人的美貌 给观众们留下了十分深入的印象 被观众称为小刘小青 由此可见饶敏丽的美貌是多么惊人 其实饶敏丽在拍戏之前就是一位才女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戏 17岁的时分还曾登上春晚舞台 在《真观长歌》播出以后 更是让她一炮而红 之后就有很多导演找她拍戏 相继出演了《像风一样》的一剧 《放春风》《血色迷雾》《闪茶花》《情欲观音》等剧 正当大家以为她会大红大紫 极神一线明星的时候 她却嫁给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而且还退出了娱乐圈 她的老公叫做傅大龙 是演艺圈里一位不可多得的实力派演员 当时的傅大龙确实是小演员 同性出道但是演技不错 小的时候就拍过一部叫《重彩的戏》 后面又出演了少年彭德怀这部戏 才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按理说演技形象俱佳的傅大龙早就应该红起来的 但据说是因为傅大龙的剧本要求比较高 所以得罪了很多导演 所以事业一直不温不火 最苦的时分 她跑去给人送外卖 一小时三块钱 但傅大龙没有放弃自己的演艺梦 经常在各个片产奔波 而傅大龙也不负所托 一名惊人 凭借天狗这部戏 获得了秦极奖 华表奖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秦凤凰奖等 成为了饲料影帝 2010年 傅大龙和饶敏丽 低调裸昏 连昏宴都没有摆 只是双方父母在一同吃了顿饭就完毕了 这一对演技派的夫妻 低调的在拳内实在是令人敬佩 穿着